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3月5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最近 在內地的朋友告訴我們 大陸的氣氛 很詭異 民間 很多人在 預備要打仗 甚至乎他們覺得打仗 他們一定會參與 而且是理所當然 好了 大陸很多省市 陸陸續續 出現了國防動員辦公室 福建當然是最前線 因為對面就是台灣 其實由去年 12月開始 出現了北京 上海 山東 福建 武漢 湖南 四川 湖北 內蒙 西藏等 這些省市 都紛紛 舉行一個國防動員辦公室的揭牌儀式 部分地方的國防動員辦公室 是以人民防控 辦公室做基礎的組件 撥歸法軌委管理 主要功能包括經濟動員 人民防控 即是防止空襲 交通戰備 裝備動員 科技動員 科技動員等等 所以 我們要告訴大家 國防動員辦公室 基本上就是叫大家準備打仗 當然 打仗有很多東西 正所謂三軍未動 糧草先行 錢很重要 但是 其他的物資 後勤 補給 也很重要 好 我們跟大家詳細說說這件事 說之前 記得大家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虛刻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大家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經常有內地的網友都會向我們報料 這次也要多謝這位 我們當然不會說他的名字 我們要提醒大家 三月十八日 我們會在曼城舉行 閉門會議的下半場 上半場在黑池舉行了 不過上次說了兩個半小時 意猶未盡 還有很多人 未發言 很多人想說 我們這次 有四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使大家暢所用言 當然 晚上我們還會吃飯的 我們會在 曼城留三天 到時可以和大家 我們也會約見一些網友 到時希望可以和大家見面 好 繼續說 一位 在美國的駐北京使館的武官分析 這個應該是 共產黨要加強對地方政府徵兵 動員的控制 作為政治上動員人民的一種手段 增強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 也可能會為地方政府增加財政負擔 軍隊和地方之間有可能造成衝突 其中一間 研究全世界政策的一間德蘭公司 國際安全高級研究員表示 由於軍改之後 軍區司令部的重要性下降 中共政府決定將責任轉移給政府實體 不是由軍委或軍區司令去做徵兵 而是由地方 政府去做 這個變化也為民職的辦公室帶來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首先他們沒有辦法得到軍隊戰士所需要的資源 但是他們就要為軍隊 配合一些戰士所需要的必需品 這個 其實 指揮和軍事和商界 民政部門等等 資訊缺乏統一 的問題 其實很容易出事 打仗需要甚麼 你不是由軍隊直接去指揮 民間幫你籌 或是民間地方政府 中間會牽涉到中間人的問題 又或是大家國懷鬼胎 你要的命令 我也未必能執行到 其實精兵 為戰爭 所作的動員 其實一定要由中央軍委直接做 這次他只是把這個 工作下放給民間 我認為是中共那種 叫大家有種準備 即是說要準備打仗 因為中共其實是兩套的 一套叫做筆桿子 一套叫做槍桿子 當然這兩套就是他執政 可以推翻國民黨上台的 兩大法寶 說穿了 謊言加暴力 現在暴力方面 他覺得未必能打贏 不過不要緊 謊言要加強 加強謊言的建設 在地方開始做起 使得人民 已經習慣 或者長期 處於備戰的狀態 什麼都跟你說 我們要準備打仗 我們看看海峽報道 旗下的一份白露州資證 白露州其實就是廈門 廈門是很出名白露的 他們指出 福建省將以廈門、福州做視點 在全省推廣城市政務app 他們會開設一些避難場所的導航功能 以廈門的人房 導航平台 近期已經按了拉 搭載多種護民的功能 可以為群眾 配對並導航最近的防空洞 的場所可以給大家去躲起來 我們那張圖就是 福建省的 國防動員辦公室 各地也出現 也有大陸的媒體表示 現在 打仗 糧食很重要 所以習近平那麼緊張 說這個糧食安全 不斷強調這個農業問題 在全國這兩年來 其實 買多了很多很多糧食 他們說 比他平時的一年所需 買多了70% 究竟這70% 是做甚麼準備 當然很簡單 就是覺得 如果打仗上來 第一 需要糧食 第二 有機會被國際封鎖 被美國制裁 現在習近平的思維就是 如果我們被制裁 我們究竟可以頂多久 在經濟方面制裁 在其他 馬六甲海峽被撤穿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通過緬甸的出海口 是不是可以通過 巴基斯坦的出海口 巴基斯坦那裏 直接 可以 出海 去印度洋 是不是可以在那裏買到我們需要的石油呢 我們的糧食在哪裏買呢 以往糧食中國 幫美國加拿大買很多糧食 如果美國制裁 如果他侵略台灣 是不是首先會斷了一條線呢 他只能夠 在俄羅斯買糧食 俄羅斯也是一個糧食出口國 但是糧食的品種有限 很多東西沒有 好 不單止是這樣 還有很多問題就是能源 能源你覺得 你可以靠巴基斯坦嗎 不可以 因為巴基斯坦 會投向美國懷抱 大家記不記得 拉登在哪裏死 就是巴基斯坦和美國充分合作 在巴基斯坦境內打死 我們看到習近平最近 大規模的把中國的黃金儲備 掉了實金 回到大陸 這批黃金 以往通常的慣例 是會存放在紐約的中央銀行 現在不存放在紐約 也不放在倫敦 因為倫敦 買賣 是方便 有倫敦金嘛 不是騙錢的 是倫敦的 貴金屬交易所 紐約 銅 鐵 金 全部都在交易 但是如果 被美國制裁 你的金就賣不到 你在國際市場賣不出 習近平的思維 就是我們到時可以用黃金換糧食 可以用黃金換其他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 中國有十幾億人 你需要的糧食 絕對不是你的黃金可以搞得到 因為黃金的餵立勢 大家知道一堆黃金多少錢 幾億 三四億 三四億一噸的黃金 你要多少噸 才可以買到十幾億人口要吃的糧食呢 所以為甚麼你要買美債 因為美債的慰立夠大 你可以買500億美金的美債 買1000億美金的美債 但是如果你要買500億美金的黃金 運輸很困難 第二 找不到對手節 誰跟你買500億美金黃金 炒金就會 買實金就沒有人買的 不是沒有 只是買不到那麼多 印度 是全世界最大的黃金消耗國 因為他們 逢價取什麼都會買金 他們有個年期 他們有個季節 是旺季的 每年的三四五六月 就是他們買黃金的旺季 所以這些月份 通常黃金也會升 中國有很多黃金 其實實際上那個黃金的銀碼 不算很大 賣光 可能 是2000億 美金 但是你知不知道中國需要的是多少外匯呢 是斷萬億計的 你只是靠黃金 根本沒辦法支撐中國的生活 進口石油 各方面買東西 是不是打算不做生意 所以習近平的思維 還是處於一戰狀態 還未到二戰 二戰就是馬六甲海峽 所以要 買通 緬甸的軍政府 讓緬甸出口 你覺得你能出海嗎 你覺得如果美國封鎖你 美國如果制裁你中國的話 你們有辦法在印度洋出海嗎 是出不了的 一定封死你的 緬甸一樣封死你的 你跟中國 你等於做駕倆 誰敢跟美國作對 是不是 在糧食方面 在黃金你賣不出 外匯被美國人鎖死了 如果真的要打起仗上來 國防動員動員什麼 人 人礦 挖人礦資源 到時 就向人民 埋手 就向人民埋手 就在你身上挖錢 有的外幣挖出來 有的黃金挖出來 有什麼都挖什麼 最終 就是人民埋單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大陸 他那種劍拔老張真的隨時有機會打仗 不要低估習近平的智力 因為 他的智商 往往 是跟這個社會實際 需要運作的 是背道而馳 所以不能夠以任何的常理 或者任何的智商 去估計 既然這個國防動員辦公室這樣出現 我們也要告訴大家 這個情況 是十分之恐怖 我們想 再討論多一個話題 為甚麼這個國防動員 委員會是歸發鬼委員會的 這個我也覺得挺奇怪 原來有原因的 美國的和平研究所 中國項目高級顧問成賓 就跟美國之音說 新的國防動員辦公室 不是在這兩個月才成立的 他可能在原有的國防動員機構的基礎上 改革 整頓 即是重組合併 其實 上世紀90年代 設立的國防動員委員會 NDMC 他結構由國家層面延伸到地方基層的單位 始終是各級的民職當局 例如鄉鎮 村莊 省 國家等等 他跟軍隊 軍事組織之間的交叉組織 這個委員會早在2000年代 甚至乎2010年 就在偏遠的區 或者是一些縣市建立 而且經常跟 人民防空的活動聯繫 即是防空洞 因為以往 中國畫了很多防空洞 當時 他以為要跟 外國打一場核大戰 結果 在內陸的地方畫了很多防空洞 他們覺得 一旦沿海的地區 所有發展全部都是沿海 所有工廠 出口 全部都是靠沿海 如果沿海被人 以外科手術的方式斬首 即是被人扔核彈的話 他們可以撤退到 中部的地方 例如內陸的省市 裏面有大量的防空洞 所以他們的當時 國防委員會或國防動員辦公室 其實就是先發展在內陸的地方 但是 最近 由去年12月起 開始上海 北京 福建 山東 沿海的省份 都有國防動員辦公室 意思很明顯 其實真的是要打仗 其實動員 其實這次來說 不是軍事決定 而是民事決定 原因是他們覺得 應該由國務院出面 當然要有政治局支持 而不是只是軍委會 這是他們的說法 因為國防動員的性質 不只是一種軍事活動 還是一種經濟活動 一種民事活動 是要全民去參與 每個人去做的 所以就由 法改委去管 不過 我想 因為整個國務院被習近平拆骨 接下來 我猜國防動員委員會 也不再會歸法改委 肯定 就由中央軍委直接管理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我們再跟大家 詳細分析一下 接下來這場仗會 究竟甚麼時候爆發 我們希望大家支持露部曲 誠意邀請經濟學校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那麼我們呢 在黑池 就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就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大一點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的話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的話 就可以收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都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的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就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這個加密的通道 所以呢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